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刻 八百公里外的上海 中文民国空军已经对日文军事基地发动呼吸 空军是一个奇妙的军种 是一个奇怪的 一种美丽的不安分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女性很坚强 就有一股韧性是可以从她们的行为上面看得到 我的双腿几乎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 她的不舍 她的担忧 她的揪心 跟甚至于到最后她失去了她的那个爱人的痛 她说我们就是她唯一可以报平安的家人了 她写信如写家书 我因此感动万分 避讳她的心 好难哦 我很羡慕你在天空 觉得离上帝比较近 因为在蓝天白云间 没有死亡的幽谷 不想似非 弟弟 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 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 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 是你 眼看着要逝去的一些东西 用手把抓住 留着 哪怕一些画面 一些声音 我觉得里面记录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了不起 然后这个片子 跟我一样的心情 在抒发某种挽留 抒发某种至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